入秋早晚見涼 就想吃點熱氣騰騰的羊肉好好補壹補 上個月同事去青海出差 被當地的炭鍋羊排圈粉 非要我復刻壹份 今天就把家庭版做法安排壹下 羊排泡去血水 加蔥、薑、冷水入鍋 燒開後將羊排撈出洗淨 再備壹鍋冷水 加焯好的羊排 適量蔥、薑、花椒 大火燒開後小火煮壹個半小時 青海當地也是把煮好的手抓羊 按斤稱重再做炕鍋的 煮羊肉的湯又濃又白 加點鹽和白胡椒粉,味兒鮮 煮羊排的空檔我們來處理配菜 橘皮土豆、胡蘿蔔、青紅椒、洋蔥切塊 土豆、胡蘿蔔過兩次油 這樣不僅吃著酥脆 胡蘿蔔素也能被激發出來 當地人還會在炕鍋裏加寬粉 Q彈又入味 我們今天用鮮土豆粉代替 下鍋前用清水泡開就好 熱鍋起油 先把煮好的羊排下鍋煎壹煎 這樣羊肉口感更酥 餐廳壹般是用炸的 我們在家做 把羊排煎到表皮微焦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鍋中底油燒熱 下蔥、薑、蒜、乾辣椒爆香 把洋蔥炒軟 放入煎好的羊排、土豆、胡蘿蔔、青紅椒、土豆粉 翻炒 放入配好的調料 加醬油繼續翻勻 等鍋裏的食材融在壹起 撒壹把白芝麻就能出鍋了 炕鍋的做法類似乾鍋 關了火還能聽到肉在鍋裏滋滋拉拉的聲音 這壹刻口水可再也忍不住了 配上壹碗羊肉湯 這壹頓羊排真較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